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索维亚原来《非诚勿扰》 索维亚专注头皮顾虑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 欢迎黄磊 欢迎黄磊老师 有好长时间没有说 我们的导演出去面试的事了 他们每周都会在全国 好多城市面试 大家都知道 最近他们去外地面试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女孩 他非常想来到《非诚勿扰》这个舞台 但是由于某种很特殊的原因 他又不能来这儿 所以我们的面试导演 专门去了他生活的城市 拍了一个短片 我们一块来看 开了窗灯等待天亮 看着城市悄悄的熄了光 听风的方向 这一刻是否和我一样 孤单地飞翔 模糊了眼眶 你有玩对吧 我更不想看你心里也破都不行 你也不要 你不想看你 对啊 对啊 还是 开始学得了 现在谭红奈在做一个针对残疾人的技能研训 想通过这项公益实业 帮助到更多就业困难的残障人士 就知道是你 做什么都多余 是不是每个人跟我感觉一样 这姑娘长得多漂亮 漂亮 好多电视剧的女演员还没大好看呢 是的 就是有些信息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这姑娘27岁 生活在成都 我们其实想过很多种方式 比如说她来到这个台上 怎么样能够和大家和这个舞台上所有的人一块 正常的交流其实还是有困难的 比如说可以通过写 但是她在听的时候 她不可能跟大家做到同步 所以呢 还是在技术上说还是有困难的 所以我们斟酌了很久 还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拍了一个片子 就是看了这个片子之后 如果喜欢她 能够接受她一切现状的朋友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邮箱 和她取得联系 我们也希望她能够尽快地 找到属于她的幸福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24位女生欢迎你们 请亮灯 新上场的3号女生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高晶 我来自辽宁大连 那从15岁的时候开始 我立志做一名丁克族 当然这个决定就是遭到了很多朋友 包括家人的这个质疑和反对 但是呢 我想就是说 看看在这儿能不能遇到 合适我的另一半 谢谢大家 你是因为什么样一个原因 发下宏愿要一味地做丁克族 有没有什么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 现在很多人生小孩的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我认为正确的是什么 就是你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 你想给这个世界 带来一个新鲜的生命 让他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我觉得只有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才有这个资格去生这个小孩 4号 我叫小兹齐来自北京 然后是国内最大的 职业铁平台的创始人和CEO 然后过到恋爱上来说的话 就是比较喜欢体验嘛 比如说我谈过三段恋爱 然后一个是比较大 您的语速都可以去德云社了 对 是的 我最早的人说你词为快 然后这样效率比较高 可以 然后 他说的是惯可 你自己说你的惯可 对 然后我是谈过三段恋爱嘛 然后一个是比我大十九次 得到的马术教练 然后一个是比我小六次的高中生 对 你得把我们打字幕的那个小伙伴累死 对对对 现场观众可以回去回放 然后电视机的朋友 可以暂停慢放 对 是这个节奏 是这个节奏 我们要是主持人按语速拿钱的话 他就发了 17号 我叫吕小萌 来自良宁大连 身高17 9.5 我希望找到一个身高 不要比我矮 小眼睛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 一定要接受我是一个坚决的 非常坚定的丁克族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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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个丁克 那个3号是大连的是吧 对 也是丁克是吧 对 也是丁克 我们的面试导演 是从大连去进货的时候 一块儿两个人 都是大连的 都是高梅 都是丁克 我老妹也是大连的 也高个 但就是差一条 不是丁克 哎 你们俩认识吗以前 来的时候发现 哎 你怎么也在这儿 关于丁克的事情 你们是属于同志是吧 志同道合 可能想法不太一样 我丁克的原因是 我个人本身第一点 我不是很喜欢小朋友 第二点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 我没有这个足够的责任心 去把这个小孩带好 那会不会过几年 过到40多岁 突然想起来了 哎呀 得生个孩子呀 那我 我有养猫啊 我觉得猫可以代替孩子 也是 有道理 来 22号 我是来自江苏徐州 云龙湖畔的李明熙 我是一名中学美术教师 关于我的个人生活 大家可以看一条短片 谢谢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欢笑泪水都可以让人成长 挫折肯定会让人成长得更快 我曾经有一段很不幸的婚姻 婚后两年多我们就分开了 我独自带着我的儿子 现在和我的父母一起生活 一生断定地说是有自闭症倾向 他就是特别地欣慰 因为我们为他付出了这么多 还是有回报的 他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吃饭 自己穿衣服脱衣服 必须我要先开心 我才能让他开心 我要先感到幸福 我才能使他感到幸福 谢谢 欢迎你 希望你和孩子 都能找到幸福的生活 谢谢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嘉宾第一轮亮相 获得不少用22奖量 能签首女嘉宾离开之后 多将获得马尔代夫旅游大奖 签首成功的男女嘉宾 还将获得由肌肤剧补水的 函数墨局深度不须理合 在2016年签首并结婚的男女嘉宾 将有机会获得 我的选择今天赞助的 苏格兰本来往古堡婚礼 好了 做好准备 开始今天的签补 有请1号男嘉宾 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马桥 今年25岁 来自美丽的江城武汉 马桥 欢迎你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24位女生 对马骁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9号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从刚刚运动会过来 你这个衣服 为什么穿运动装上来啊 我这个衣服不是运动装 感觉很像 我以前运动会的话 就跟你穿得很像 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风格 那这衣服是 它不是 就是特别就是 私奔顺滑的那种 啊 我真的 还有就是它的发型啊 我觉得好像80年代 那个郭富城唱 我对你爱爱爱不远 就是这种好笑 你太说泥土 其实我觉得咱们俩风格差不多了 我这个是印度风好吗 Sawadika Sawadika 不是印度的好吗 是哪儿的 他们说是泰国的 来 开玩笑 看第一条片子 现在跳舞的这个人呢 就是马肖 他在武汉 是一名结构工程师 因为单位里都是功课男女 所以经常死气沉沉的办公室 需要他来回气氛 机长碰拳你的屁股 他就是办公室里的开心股 当然 有时候会被领导撞见 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 之所以他这么活跃呢 诠释源于他大学时期 对自己艺术的培养 参加阿卡佩拉 玩B-BOX 但是音乐之路 并不是那么好走 他被家人嫌弃 嘲讽 说他不学无术 可是他并没有放弃 他在公园里练 他在大街上练 他对着镜子自己练 他上厕所的时候都在练 终于才一辈认可 成为了公司的文艺主干 年会之心 他时常会和朋友聚在一块 因为过敏 所以他不喜欢喝酒 他也不喜欢别人喝醉 因为喝醉了的话 就会话多 闹事 装心卖善 不耽受到无法言不可以 哎呦 你搞什么 不会火锅就不火锅子 哎呦 你等到这个 那儿 别忘了 那个B-BOX 要不要现场表演一下 可以 可以 来我们掌声欢迎男嘉宾 可以的 谢谢大家 来 来 来 谢谢 还可以哦 好厉害哦 酒量怎么样 酒量特别特别差 到什么程度 一盖子 一酒瓶盖就醉了 差不多 我经常过个三五个月 一年半载的 我就会问一下场上女生 半斤以上白酒的女生举手 我看一下 她们说半斤白酒能举手的 我估计差不多到一斤了 刘琳 你能喝多少 我呀 就是感觉 别人都是论杯喝吧 我一般都是马瓶喝 踩着香喝也可以 金金的酒量是在部队 跟部队有关系吗 有一点点 但是大部分是遗传我爸爸 然后我喝白酒比啤酒厉害 就是白酒喝个八两一斤的 然后再弄个五瓶六瓶啤酒 输出口回家 你 像你这个酒量 有没有影响你跟女孩交往 有一次我跟一个女孩聊天 她邀请我喝酒 我说我不能喝 我说你能喝多少 她对我摆了个这个手势 我说一瓶 她说不不不不 我说十瓶 我说那是什么意思 她说一直喝 其实她在等待你把她灌醉 但是我不会陪她睡 我说酒桌上啊 都不喝多也挺好的 都喝多也挺好的 最没意思就是有一半喝多了 有一半清醒了 那清醒的人生不如死 所以我经常就是为了配合大家 也把自己喝多了算了 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我说那个上次黄老师跟孟老师 带我去喝酒去夜店 大家很 对 对 你让人说话不能打仗 对 当时我在第一次来嘛 特别高兴 因为又有颜值又有才华 带我去夜店肯定很浪漫 你比方凑了 又有颜值又有才华 又有颜值又有才华 又去夜店 结果那夜店就是一个深夜饭堂 然后孟老师坐旁边 就开始摇那个转盘 摇不动啊 然后直接掏了一个鸡蛋 打开恶行恶壮 说这席带你吃不吃 这就中年大叔的饭局 根本跟浪漫没什么关系 我们去的夜店就是 夜里还开门的饭店 2号 我刚看到VCR里你说 你最讨厌别人喝多酒 我就想问一下 那你自己有没有喝多过 因为以前我可能不知道 自己的酒量 然后可能别人劝你啊之类的 然后我就喝多了 那如果您的女朋友以后 比如说我跟你交往对吧 然后完了以后呢 那我有时候应酬就必须要喝酒 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怎么办呢 对啊 你觉得你快要喝醉的时候 给我打个电话 我赶紧赶过去 没有谁知道快要喝醉 等知道的时候就是喝醉 来不及了 19号 我刚才看你微笑说 你是特别爱自嗨的 我也是特别爱自嗨 但有的时候特别好多人正常人 他们看我们是不正常的 就特别不理解我们 那我想问一下 那您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你怎么能自嗨的自己特别嗨呢 我觉得每个人健康和自己的快乐 是最重要的 但是这一定要建立在 不伤害别人的基础之上 那有没有碰到过就是 你特别开心的时候 你想带动别人一起跟你开心 但别人不买你照 就是我也经常碰到过这样子 那怎么处理呢 有 肯定有 那这样的人那我也没有办法吧 我只能就用自己的一些技巧 感化一下他或者影响一下他 实在不行那我真的没办法 因为这是每个人性格的问题 好好 谢谢 看下一条片 这是我的初恋 我很爱他 为了追他 我拼命地对他好 喂 我已经到你寝室楼下了 鼠月给你拿好了 快下来吧 他为我做了那么多 我真的很感动 不爱应该也没有关系吧 试试看再说 没准我真的可以爱上他 我知道他一开始就不喜欢我 可我就是忍不住找他 忍不住对他好 可能是被我感动 终于他答应和我在一起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 他尝试努力爱上我 可他做不到 我当时很气 气他为什么享受了我的好 却要和我分手 他告诉我 他和我在一起 只是想尝试是否能喜欢 单单一个对自己好的人 他没有办法做到 他很内疚 我们分手了 爱是爱 感动是感动 我无法爱上他 那就不该贪图他对我的好 不爱就是不爱 无论我对他付出多少 感谢他坦诚相待 果断离开了我 不爱 为何要含含糊糊 兜兜转转 玩套路耍心眼 恋爱不就是两个人相恋 然后相爱 为什么这个世界 总是我爱你 你爱他 他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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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子里边好多词很像我们年轻时候的一些歌词 金金 看着你的VCR 你的那种应该不太确定为 我认为不太确定为是爱 更多的是有同情 友情或者是一点好感 你可能没有把这些区分得开一点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第一个 他喜欢人家 他是爱 他还是爱人家 人家对他没感觉 他就想试着我多做点 打开水啊 陪你去买东西啊 照顾你啊 关心你 会不会唤起你对我的爱 也有这种就是开始那个一方对一方没感觉 那时间久了有可能 那以前还有包办婚姻呢 但是他这个就是敢巧了 就是人家就是不爱他 就是他怎么努力 他也唤起不到 然后第二个女孩特别爱他 他就是不爱那个女孩 他就对那女孩也没感觉 感觉像一抱还一抱 哎 相抛 你也努力了多长时间和那个你喜欢的女孩 最后发现还是没办法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 半年 对 然后每次的付出都落空了 对 但是爱常常就是不对等 就是没有很难有特别一开始是对等的爱 就是很难的 常常因为两边的理解和认识是错位的 就是他觉得是这样 那个人觉得是那样 所以他对他越好的时候可能那个人 有些女孩就会说你干嘛对我这样烦死了 但是我觉得很烦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他能坚持半年 对啊 那么久了 就是他那个我觉得那个 他这个特殊案例 那个女孩可能有把她当备胎的嫌疑 还是给了他一些讯息 对啊 然后应该问他一下 那第二个女孩对你那么好 你享受了多长时间吗 半年 四年 找了长期伺候的 大概一半的时间就三个月吧 9号 我其实跟你的第一段感情比较像 也是一个男生对我特别特别好 然后我是因为感动跟他在一起 我想就是日久深情 但是过了大概一年 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爱上他 最后我选择分手 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要找的话 我要找一个我爱他他也爱我的人 我不会尝试去日久深情这件事情 是啊 我们两个都是来找一个两情相悦的嘛 所以我们都到这儿 等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我现在是30岁了嘛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爱上一个人好难哦 就是我说我身边没有人追 大家也不相信对吧 就觉得 那么我们也没准说我们相信你 我们是很 你稍微配合一点好不好 我们绝不相信没人追你 然后现在就是说觉得好像没有就是 但是我觉得的时候觉得喜欢上一个人 对他一个人有好感来得很快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我们在各个方面的阅历都会增加 我们的工作经验 我们的社会各种社会经验都会增加 包括和疫情交往 年纪轻轻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看到这个哇好喜欢 看到那个哇好喜欢 特别容易喜欢上一个人 然后你看再过些年你会发现 我们在处理感情的时候 会不那么容易发生了 让你做出一些选择 一些决定的时候 也会更加慎重了 这就是年龄带给我们的 很正常啊 对 但是好处就是说你一旦喜欢上了 你就会非常明确地知道你喜欢 你想让我点1号是吧 对 我觉得他站了好久了 我就看出来了 人家9号在说话他就一直往那边看 我们做好突兀啊 1号 我觉得是第一印象 我会决定这个人是不是能够继续去深入地了解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间就是生活中的细小的这种积累 才是有更加稳定的这种感情 所以我觉得从陌生人到恋人 当中有一个2到3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作为朋友 我觉得这种是非常适合的一个节奏 所以我觉得感情一部分是能够培养 包括在培养当中 你会记得就大家是不是真的适合 哦 他所说的我总结一句话就是 日久生情要以一见钟情为基础 对吧 也不是一见钟情为基础 他讲得很简单就是 你如果两个人连好感都没有 怎么可能说日久生生情 而且他觉得培养出来的日久生的情 可能比一见钟情的情更牢靠一些 看下一条 生活上比较随意 不能说邋遢 但是也有可能是稍微乱一些 特别爱得瑟 你和他关系好了吧 就特别来劲 他可以不停地从生活和工作中找到乐趣 能给别人带来欢乐吧 真的 我觉得像他这样的 谢谢 最后10号还有话要说吗 您好 我用现在的我们女嘉宾都灭灯的这种状态来回答 刚才您的那种困惑 我认为世间的一切 世间的一切的事情的发生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宇宙自然力的作用 那么 我觉得 我这个 我忘了他是什么专业的 我电视学院的师妹录音系的 现在有点像咱们这接替了我的工作 担任了这个班的班主任了 那么我们就顺着他就好 不要较劲 今天我们对你的这个灭灯 并不能说明什么 一个单纯真正的人会有他的福气 会有他的好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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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发挥的挺好的 可是为什么没有牵手成功呢 我觉得可能是今天的这个打扮 可能有点太个性化了吧 我以后还会继续坚持这样比较个性化的打扮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觉得很快乐 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其实以前也讨论过 男女交往当中我觉得吧 年轻人大家都是 谁都不是笨蛋 但是确实情商有高低不同 我觉得在跟异性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传递那种特别明确的信号 就怕的什么呢 都模模糊糊哎哎妹妹的 8点之后说 其实我已经结婚很多年了 这也不合适了 好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